殘疾人士或身心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是社會中比較弱勢的群體 由於他們部分需要得到全天候的照顧 不少的照顧者現時只能依靠殘疾人士的殘疾金額作為支撐 其照顧者面臨著要照顧日常的壓力和家庭的雙重壓力、經濟壓力等等 特區政府為了回應照顧者和社服機構的訴求 在去年的11月推出了為期一年的照顧者津貼銷度計劃 然而截至今年的8月有關計劃合共緊收到222宗的申請 當中119宗符合發放的要件有74宗不符合 有18宗依然是跟進處理 有15宗申請的個案取消或是被照顧者死亡 有負責照顧重度自閉症、嚴重身體或精神疾患的照顧者 向本人反映 因為被照顧者需要家人長期的照顧 也希望未來可以納入申請其中 從上述申請的訴求案的反映當中 顯示受惠的人群也十分有限 本人認為隨著為期一年的先導計劃即將結束 未來有必要檢視有關的情況 進一步擴大適用的對象 此外,在康復服務上 近年政府在新建的院舍增加特殊兒童的治療服務上 持續加大供給 以殘疾人士院舍為例 當局在回復本人的質詢時曾指出 將會新增一間智障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和兩間日間服務中心 政府也先後成立了兒童評估中心和兒童康復治療中心 令到輪候的時間以往明顯減少 反映政府在推動服康服務的發展上的決心 不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 發展遲緩兒童的發生率約為6至8 以本澳每年平均約6000名新生兒的數量來計算 估計未來每年新增的個案會達到400至500宗 預測相關的評估和治療服務的需求 亦將會持續增加 在增設早期的服務方面,依然有其必要性 適逢今年在康復服務十年規劃長期階段方案開展之年 社會期望政府能夠開展 致力為這些社會上較為弱勢或有特殊需要的群體 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援 從而構建、共融、尊重、理解的美好家園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四點的建議 第一,提升照顧者津貼的金額 現時照顧者津貼的金額為每月的2175元 對於很多家庭來說 有關的金額要同時應付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日常生活開支 竹琴建爪 同時亦都影響著被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建議當局提升相關的遵助金額 又或者因應被照顧者的請進行分級資助、精準輔助 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第二,擴大照顧者津貼的對象 儘快完成先度計劃的申請數據分析和檢視工作 並且要廣立社團、市民和照顧者等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 儘快完成計劃的檢視 並且將相關的措施變成恆常化 建議未來可以擴大申請的對象範圍 例如考慮把重度自閉症、嚴重身體或者精神疾病患者的照顧者納入 更好地為有急切需要的照顧者改善生活 第三,用科技為康復的服務 過去政府曾提到 將會在兒童早療的服務上 引入人工智能AI的語言治療輔助的系統 為有語言障礙的兒童 提供及時有效的康復訓練 亦會用智慧的科技以輔助照護的工作 逐步在院舍和康復醫院裡加入電子化的監測系統 本人期望當局可以加快引入相關軟硬件的設備 以應付福康及兒童早療服務的持續增加 第四,加強社福機構的支援投入 持續增加民間的社福機構 並且完善其資助的制度 一方面可以增加社福團體的服務名額 同時亦要提升民間、社福人員、治療師的薪酬福利待遇 促進社福專業人員向上流動的機會 減低他們的流動性 藉此提升整體社福機構的服務品質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